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五名 是我们今年开始的专栏单元 他终于上榜了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这个单元呢 清卓之间是有一位调音师李嘉佑先生来帮我们写的 那他这次的这个标题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标题就很吸引人了 它叫做不准确的调音器 那知道也是怎么回事呢 对 其实以前的话 也许大家会觉得需要一个专业的调音器 才能够去测比如说我们想要什么样的频率 这个在我们很多乐器 或者是很多管乐器之类的都会用到 可是呢 这个调音师在这个专栏里面 其实就是跟大家分享说 对于钢琴调音师来讲 没有办法依赖调音器 最主要的原因是 有一个斜阵的问题 就是实际上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调音器测出 基准的440Hz 作为A的基准音 可是跟它和谐的八读音 并不是440乘以2 或是440除以2这样的关系 而是会有一点偏离 那李佳佑呢 在里面就非常仔细地跟我们介绍了 它这个偏离的现象到底是什么 调音器有分怎么样的高阶中阶低阶 它们可以达成什么样的任务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 它最后的结论 就是可以听调音器 但是不能够靠它 就是尽兴调音器 不如无调音器的意思 对 如果说一个调音师需要靠调音器来调音的话 那它就不合格了 对 可是其实我觉得它里面讲 虽然最后讲的结论好像很简单 可是其实它整篇文章 慢慢的这个论点是蛮精彩的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来细细地读 因为这篇其实蛮长的 那再来第四名呢 是讲吃到饱 对古典音乐不一定是件好事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很习惯用串流嘛 坦白说我也是 因为你用手机啊什么都很方便来收听 可是呢 这对古典音乐的坏处是什么呢 之前就已经有很多流行歌手有跳出来说 这些串流的平台啊 他们都受不到什么收益 但是对古典音乐来说更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平台目前都是用一首歌来去计算的 那大家可以知道 流行音乐一首歌可能是两分钟三分钟 可是古典音乐一个乐章可能就是十分钟 对 或甚至比如说郭德堡编奏曲弱 他没有切的话就是四十分钟了 那这样的话呢 用这样来演样来算也是很奇怪一件事情 而且重点是到最后呢演奏者或是说作曲家等等 他们其实到最后的收益都非常非常的薄 那所以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其实不管古典或流行 都有 对 但是串流又是一个趋势 所以我觉得这实在是很难一时之间解决的问题 那如果用串流的朋友们呢 我想尽量就还是多听吧 对 毕竟增加点阅率还可以帮助一些他们微博的收入算是一点点而已 好那来第三名呢叫做录音年代最伟大的二十位小提琴家 那我觉得这个又是一个要站起来题目了 就是大家都开始说 二十位到底有谁呢 那其实这个东西是英国一个叫做classical music的网站 他就列出来说录音时代 他重点是录音时代 对 因为你不能说帕格尼尼亚那些都是传说 我们都没有听过 最伟大的二十位是谁 这个名单看起来 其实我觉得前五名应该是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 只是你排前排后 你说奥伊斯特拉夫啊海菲兹啊 克莱斯勒卖扭音 米尔斯坦等等这样子 可是六到二十名就有点有趣了喔 是 我觉得在这个名单里面呢 像安奈斯可啦 或是说像克莱斯勒等人呢 他们某程度也是因为他们对于小提琴演奏技法 还有作品的贡献 对也是把他排进去 不然你说克莱斯勒第三 我也是觉得说你用录音年代来讲的话 我也有点失礼啦 他算很糟 对啊因为他没有留下什么太多的录音作品 那不过里面我觉得很开心是看到像是奇马曼 是 对我之前我们有去听过他的演出 我非常的精彩 他在现场非常好 对那他也是这里面最年轻入围的小提琴家 那里面唯一 只有一位女性小提琴家入围 他是努娃 那努娃也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喔 不过我觉得也有可能有些人会跳出来说 他觉得其实也有很多优秀的女性小提琴家 可能不输这上面名单 所以其实 这就是个站起来题目 欢迎大家一起来 大家来站 对来站起来这样子 那讲到站起来呢 其实第二名 又是另外一个站起来 这个更沾 对那其实就是英国的高等教育的网站 QS公布了 排名前十名是哪几个学校呢 第一名是助理亚音乐学院 再来是皇家音乐院 苏格兰音乐院 英国皇家音乐院 巴黎高等音乐院等等 然后纽约大学 威也纳表演艺术大学 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八九十 挪威音乐院 赫尔辛基大学 西北流士音乐院 还有香港表艺学院 其实蛮好玩的 我那时候认真在看这个的时候 我就想说 前十名竟然一所德国的学校都没有 对 而且我还很认真去查了前一百名 我记得德国学校好像一直到四五十名才出现 好像传统有点示威 你看维也纳那个其实排名也没有很前面 然后我就想说 还是其实是因为 他停选方式的关系 因为他可能是用大学的这个角度再去看 那今天如果有一些是纯音乐院的话 相信Kurtis他也没有在上面 有可能是因为Kurtis他的招生是不太一样的关系 我就觉得像这种排名 也都是当做一个参考 但是也很适合战器爱 对就是可能很多校友会跑出来啊 说我们也比较好或什么的 但我觉得其实对于音乐主旧专业来说啊 跟队好老师可能比跟队学校还要重要 所以这个学校呢 我觉得好像就 嗯 可以参考 但是不一定要完全的follow他 那最后第一名呢 那时候这个影片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们粉丝都觉得非常的神奇喔 叫做拉赫曼尼诺夫弹给你看 是弹给你看喔 嗯 不是弹给你听喔 是 对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拉赫曼尼诺夫有留下他的钢琴演奏 也有用纸卷钢琴留下他的音乐 那可是今天呢 AI技术越来越发达 所以就有一间AI公司用纸卷钢琴留下来的音乐 再回头去还原说 拉赫曼尼诺夫弹那些音符出来的感觉是什么 我们看那影片基本上我看完的感想是 我这头好晕喔 哈哈哈 其实后来我们网站上面有另外一个跟这个相关的影片 也是同一家加拿大公司做出来的 他就解释了这个AI技术是怎么样去做的 他其实是请很多钢琴家到实验室里面 弹很长一段时间随便弹什么曲子 AI就去学习去揣摩钢琴家遇到什么音乐他会怎么样弹 最后才做出像拉赫曼尼诺夫弹给你看的这一种 所以他们原来这个技术是要发展一个AI钢琴老师的概念 我觉得真的蛮好玩的喔 就是像AI钢琴老师那篇其实我们网路的回向也是蛮大的 因为你会觉得你看好像是真的人在弹 而且他还是可以直接学习 他也可以用影片的方式去学习这样子 我觉得现在的时代呢就真的是很不一样 我们就来看看未来AI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再来呢我们三月份还有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专题 来分享给大家 Muzik Read 特别企划 三月份呢其实我们就上线了我们今年第一季的网路特别企划 是永淮杨颂斯 因为我们Muzik一起推出了官方授权传记 凡中版上师纪念专题那这一本授权传记呢就叫做为悦而生 那其实讲的就是杨颂斯他的一生啊等等 他的作者就是慕尼黑当地的一个音乐记者跟杨颂斯非常久 就是十几年认识十几年了也跟他做了很多访问 那就在这本专记里面就有出现 那其实讲到这本传记啊我也可以说我们憋了很久啦 因为这本传记其实蛮早的时候我们就在谈了 甚至是在2019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有得知 杨颂斯的传记正在撰写当中 没想到正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听到杨颂斯去世的消息 那其实是有点难过 就因为本来那时候还没有疫情 所以本来预计2020年杨颂斯是要再带 阿法利亚广播教堂乐团来台湾的 那可是他就去世了 尤其是在2018年他没办法来 所以其实我们期望更大 我们专题里面也有受访者会分享说 他最后一次听到杨颂斯的演出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我们这次呢其实为了这个传记 再去做了一个很大的专题 不是只有这个传记的内容 因为传记内容大家直接看书就可以了 那其实里面还有提到 比如说杨颂斯的录音 同时我们有两个杨颂斯迷的代表 一个是迷妹陈玉蓉小姐 另外一个是资深杨颂斯迷 杨粉湛义昌先生 他们两个都来分享他们对于杨颂斯 听他现场的音乐 到底有什么样的感动 在他们心里到底为什么可以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 最后呢其实我觉得最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是 因为这次的这本书我们特别还邀请了 巴伐利亚广播教堂乐团的品牌总监 Peter Meisel 他帮我们提供了非常多杨颂斯很珍贵的照片 而且同时之间他还有特别写了 他对杨颂斯长期合作这么久的观察 然后他自己特别喜爱杨颂斯或是 敬佩杨颂斯的点在哪里 这个其实真的是只有我们繁体中文版才有的内容 对就是独家 你好去买德文版也看不到的 那我们当然这次在网路上有分享一点点给大家 不过呢如果你要看完整版的话 还是要来到这本书里面才看得到 对欢迎大家手刀勾如 这次的早餐汇报就到这边啰 那么下次再见 拜拜 今天早上汇报大家喜欢吗 喜欢的话麻烦按个赞或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意见的话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么我们一起早上汇报 下次再见啰 再见